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科学属于谁 在1970年代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还没有出生 或者非常的小 那个时候在陕西蒲城县 有一位农村少年 他白天吃的是黑膜 晚上点的是油灯 他需要走十里三路 去上学 那个时候 他的理想是 能够吃上白面膜 后来改革开放 全国高考 让他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 这个时候 在1978年的时候 他就从农村 到了西安上大学 这个时候 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位人民教师 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1982年 他通过了李正道先生 主导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的项目 也就是Caspia 然后呢 1983年呢 他就去美国留学 此时呢 他的理想再次升华 他就在想 也许他可以成为科学家了 是的 今天呢 他不仅成为了一位科学家 还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是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院士 他发明了一种战略原权性技术 纳米发电机 并且创建了一个科学领域 目前呢 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 数千名科学家 跟随他的这个发明呢 做科学探索 所谓战略原权性技术呢 就是说对科技和经济的意义 非同小可 举例来说呢 今天庞大的半导体产业 就是1947年发明的一项 战略原权性技术 当时呢 有三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 发明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二极管 2018年 他获得了世界能源领域的最高奖 埃尼奖 然后呢就是意大利的总统 亲自为他颁奖 他就是王宗宁院士 2019年 他获得了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这个奖项呢 成立了有36年 然后他是首位 获得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 上个月呢 他领导一批 那个Caspia那个学者团队呢 在温州落地了两个机构 那一个呢就是说是科斯技术研究院 一个呢是科斯科技促进基金会 我呢是担任这个科斯科技促进会的理事长 我叫董杰林 我也是一位Caspia学者 我的故事呢就是 与王宗宁院士呢有非常多的类似之处 我生长在湖南 湘西 就是非常边远的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没有这个李正道先生推动的这个Caspia项目呢 我的生活可能会非常的简单 就是从一个小镇少年 变成小镇青年 最后可能会变成小镇老年 我是1982年因为这个项目去美国留学的 在美国的这个College Manor University 就是College Manor大学呢 完成了物理学博士 过去几十年啊 我在美国金融界工作过 然后呢也在这个高科技企业 像贝尔实验室工作过 我也创建过那个高科技企业 也在大学教书育人做研究 还担任过一些著名的国际财经媒体 像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 去年呢我出版了一本著作 叫《人类科技创新简史 欲望的力量》 我大概前后出版了十来部中文和英文的著作 那我们基金会准备在温州做什么呢 我先讲一讲这个李正道和Caspia的这个项目 四十多年前啊 中国呢刚刚走出文革 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科技和世界科技前沿呢 相差非常地远 当时呢李正道先生呢 回到中国访问 他知道呢 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 根本知道就是要解决人才的问题 但是呢当时呢就是说 那个中国呢就是没有一些正规的渠道 就是让青年人那个赴国外留学 没有TOEFL也没有GIE 这些渠道都不存在 所以呢他就向邓小平建议 说我们应该启动一个特别的项目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的这么一个计划 然后呢这个计划呢就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于是呢在李正道的这个多方斡旋下 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这个支持下 中国和美国有一百多所顶级大学联合起来 就是来推动这个Caspia计划 这个计划呢就是说 它绕过了美国正常录取研究生的这么一个程序 所以呢就是说由美国的录取大学呢 特别设计一套考试的方案 然后呢就是说由中国组织这个考试 被录取的学生呢就是说 由美国方面提供全额奖学金 从1979年到1988年十年间呢 共有915位中国的这个年轻学子呢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呀 就是到美国留学并完成了博士学位 这个呢就是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青年人留学美国的第一浪 我和王忠林院士呢 都属于这915位学子 目前呢Caspia学者呢遍布全世界 大概有12位院士 就是有中国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就是好几个地方的这个院士 大概有300多人在国际科技组织 担任领导职务或者是成为Fellow 然后呢有100余人次呢就是说 获得各种各样的国际科技大奖 还有400多位高科技企业家和发明家 这个项目呢它不仅成就了 这么一批人的精彩的人生 也对中国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这个物理学界 还有这个高科技发展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呢 这个项目呢就是说成为中国和美国 科学家难忘的一座友谊封碑 这就是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这个科技学者呢就是 的一个背景 所以上个月呢我们就在温州呢 推出了一个科技奖 Caspia Prize 这个Caspia Prize呢就是 科技奖呢就是说呢 是鼓励推动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的 世界各地的青年科学家 不仅仅是中国的 世界各地的青年科学家 明年呢我们准备在温州呢第一次颁奖 奖金是100万人民币 那这个平奖委员会的主席呢 是安东尼·莱格特院士 他是享誉全球的这个凝聚态物理 和量子物理领域的这个科学家 他2003年呢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呢就是说 他也是我们Caspia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他是美国伊利诺大学 奥巴拿商品分校的这个教授 他曾经鼎力协助李正道教授 让这个Caspia项目呢在美国落地 他的大学 接纳了18位Caspia学生 他个人呢培养了三位Caspia博士 再加上几位Caspia的这个博士后 在美国呢就是说有数百位 像这个莱格特教授这样的科学家 他们呢也是我们这个Caspia项目的这个缔造者 他们谱写了就是中美科技交流的 交流与合作的美国篇章 今天呢就是我们Caspia学者呢推出这个科师讲啊 当然就是说有感恩的初心 有这个心火相传的这个情怀 的确呢就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科学家 美国的科学家 很多这种前辈 他们值得我们去感谢 然后呢他们的事业呢也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 但是呢就是感恩也好 心火相传也好呢 并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全部冻结 其实有两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首先呢就是科学属于谁 这个问题呢就是自古以来呢就经常困扰科学家 科学呀它是人类的一种比较特别的这个精神活动 人们因为好奇心和荣誉心呢 就是说去追寻去探索这个科学 国家也好群体也好 他们呢就是说呢为了获取利益 或者是获取力量也会投入巨资 就是进行科研 所以呢科学成就的这个归属呢 经常是这个科学家捍卫个人荣誉的这个关注点 也是集体国家保卫知识产权战争 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底 我先讲一个老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就是说 是一场非常典型的科学家争夺荣誉的战争 那在18世纪初啊 两大数学天王发生了一场旷世之争 一个是英国的牛顿 一个是德国的莱布尼兹 他们争夺的是微积分的发明权 适度的竞争呢对激发科学的创造力呢 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这场 这两位科学家的这个 捍卫个人荣誉的那个战争啊 慢慢呢就是演变成英国与德国 甚至与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科学家群体的对抗 因为这场战争呢 英国科学界呢就是说 与这个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界呢 就是说减少了交流 甚至就是有点脱钩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就是说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英国还变得慢慢落后了 刘敦去世几十年之后呢 英国新一代的这个科学界的掌门人 像麦克斯韦呢 他们觉得这个这样不好 就是说科学交流呢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呢 他们就是恢复了这个交流 就是说恢复了跟那个欧洲大陆的交流 这之后呢就是说这段历史 才慢慢地变成一种历史花絮 就是说不再形成对抗了 现在呢我们知道 维基分呢既属于牛顿 也属于莱布尼茨 更属于今天每一位 在学校学习维基分的学子们 所以呢就是说呢 那个人们对科学的这种 归宿的这个资争啊 都是暂时的 长久来看呢 科学终将属于全人类 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呢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科学还有一种另外的属性 这个属性呢就是说呢 它是跨国界的 跨种族的 所以呢科学呢就是说 它像一种看不见的精灵一样 它需要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大脑 然后呢就是说呢 那个去激发更多的大脑 创造出更多的这个新的科学 首先呢就是说 让我们回顾一下 现代科学是如何来到了中国 在1582年 当时呢年仅30岁的 意大利的一位传教士 叫利马窦 他呢肩负着教皇赋予 他的传教的这个使命呢 就达到了这个澳门 来到澳门 那个时候呢是明朝万里年间 当时呢是闭关锁国的 然后对这些外来的和尚呢 就是说并不欢迎 所以利马窦就在考虑 就是说我怎么能够 敲开中华神秘的大门呢 如果是在大众中传教呢 就是有两件事情他们可以做 一个呢就是提供医疗服务 一个是提供教育服务 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么如何穿透中国的上流社会呢 通过很多年的这个观察和试错呀 利马窦呢就是说 找到了三大科学法宝 这三大科学法宝呢就是说是 地学 天学和几何学 所以呢利马窦呢 首先呢他绘制了一幅全球地图 这个全球地图呢 就把中国放在世界的中央 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全球地图 他把这个全球地图呢 献给了万历皇帝 然后深得圣心 同时呢就是说 他还制作了很多西方的这种 天文学仪器 他把这种天文学仪器呢 也送给达官贵人 广交朋友 他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位官员 就叫徐光启 然后呢就是说 徐光启和利马窦呢 他们就合作起来 翻译了古希腊 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这是第一次 西方科学 首次在中国系统性亮相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从此以后呢 西学东建之风 就在中国大地上徐徐展开了 四百多年过去了 中国人民呢 对这位跨国界科学传播者 仍然深怀敬意 感受到这个科学无国界啊 对人类文明进程 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一种影响力 的确是这样的 科学家有祖国 科学无国界 这是科学与生俱来的 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 它展现了科学的这个 现实主义 与理想主义的一种政治张力 在目前呢 这个科技脱钩啊 的声音呢 在国际上 就是生肖成上 各国呢 都在扎紧自己的篱笆 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呢 更为稀缺 世界啊 永远需要热心从事 国际科学传播 推动跨国际合作的科学家 需要像利马斗 李正道 莱格特教授 这样满怀善意 就是说穿越国与国的边缘 去潜心从事科学合作 与交流的民间科技外交家 他们呢 以低嘴穿拭的这个力量啊 推动人类科学的共同进步 人们一直在纠结 科学属于谁 其实呢 去年呢 李正道先生呢 为我们卡斯比亚学者就提词 科学属于全人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因此呢 我们呢 真诚地推出科师奖 借此 呼唤各地年轻一代的 李正道和李马斗 回忆目前国际科学合作 受到挑战的这样一个 重大的时代问题 并向推动国际科学交流 与合作的这个全球科学家致敬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温州来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非常简单啊 就是温州啊 就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 有温度 有胸怀 有海港 所以我们相信啊 我们也会像 很多很多的新老温州人一样 从这里出发 走向全国 走向全世界 谢谢大家